记者图影如台北报道,备受台湾餐饮界关注的《米其林直男》确定于2018年第一季出版《米其林区域总裁方诺德·Bruno F. 近年来米其林积极开拓海外市场,如今涵盖11个国家,加上今年年底即将出版的曼谷,以及预计于2018年第一季出版的台北, 共将涵盖13个国家,30个城市或地区,前每一年都会更新《米其林指南》的评件标准,包括盘中的食材,准备食物的技巧和口味的融合,创新的水准与概念是否物有所值,以及通认水准的一致性,餐厅的地点,装潢,服务,餐具或其他特色则不考虑在内。 各个国家出版的《米其林指南》,记者图影如设。 米其林指南2018年聚焦台北,目前还没有发行台湾其他城市之计划,但方诺德对此表示开放乐观。 他强调,米其林评件讲究评审员的训练制度,需要准备多年,即便在不同城市也会有相同的评件标。 准且需评估该城市的美食能量。 台湾的《米其林指南》会由本地与国际评审员共同参与评件流程与其他国际城市相同,也会纳入特色小吃各种彩细的评比,让消费者消费有所依据,并且将台湾美食推广到全世界。 1926年推出的《法国米其林指南》,记者图影如设。